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22日,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官场最近的人事调整。 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今即突然卸下了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而具有中共政法委委员的他昨天又缺席了政法系统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的会议。 反而是辽宁省长唐一军出席引起了多方的猜测。 而分析表示,唐一军可能接替傅政华职务。 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昨天在微信公众号的康文, 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组长郭生坤在21日主持召开了小组第一次会议。 除了郭生坤,这个协调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公安部长赵克志,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张军, 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国家安全部长陈文青, 辽宁省长唐一军, 武警部队司令王宁, 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 值得注意的是, 赵克志是中共政法委副书记, 除了唐一军, 其余上述人员均为中共政法委委员, 而另外一名中共政法委委员傅政华却没有新生会议。 而就在同一天, 中国司法部官网刊登公告表示, 傅政华已经卸任司法部当组副书记职务。 在中共政法委领导层中, 傅政华排在第七, 是在王仁华和王宁之前, 陈文青之后, 而在昨天的这一场会议上, 唐一军的作词就排在陈文青和王宁中间。 另外呢, 傅政华已经65岁, 年届政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 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有分析认为唐一军可能会接替傅政华, 不仅出任中共政法委委员, 而且还将担任司法部部长一职。 直到目前, 官方尚未公开宣布这一项消息, 而唐一军到北京之前, 还曾于4月16日, 以辽宁省长身份主持召开省政府会议。 公开资料显示, 59岁的唐一军出任辽宁省长前, 曾经深耕浙江官场, 时间长达40年之久, 而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职浙江的时间有所重叠。 唐一军曾任职浙江省委宣传部, 省委办公厅, 省纪委, 在2002年到2005年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2005年到2017年调浙江宁波, 历任纪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政协主席, 代市长, 市长, 市委书记, 2017年调辽宁省担任代省长和省长, 而唐一军同时也是19届中央候补委员。 下面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方方日记的作者湖北作家方方, 还有胡锡进之间的论战, 尽管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持续走低, 但是围绕湖北作家方方以及方方日记的争议却仍然在发酵, 而方方与胡锡进的骂战也再度引发了热议。 在4月20日, 方方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 转文蠢要蠢的有道理, 坏要坏的有底线, 表示就目前形势来看, 老胡的阴谋诡计几乎是要得逞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打倒甚至打死一个作家对老胡有什么好处。 方方继续说, 作家其实就是说了真话, 说了真实感受, 没有配合表演, 就为老胡所不容忍, 而老胡有的时候也表现得忧果忧民, 但是在对待方方的评价上, 就暴露了起政治投机者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转文中, 作者配发了一张漫画, 其中将围攻方方日记的人, 画成了手举火把大刀, 投书长辫子的网络议和团。 而自从日记引发争议来, 方方对于批评者皆以极左回应之。 而随后的4月21日,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在个人微博进行隔空回应, 他说, 你被打倒了吗? 你不是好好的吗? 是官方处理你了? 还是主流媒体批判你了? 我觉得你总体上应该算是我们社会, 每一个时期的幸运儿, 包括武汉封城的时候, 甚至包括现在是这样吗? 胡锡进继续表示, 你自己说, 你的日记如果不是因为呼应了时政, 就凭里面的文字水平和思想深度, 他会在那么大的范围内被关注到吗? 既然他是踏着时政上来的, 就必然会在时政层面遭到争议, 而且他有多大的关注度, 争议就可能有多大,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得。 而对于方方日记所引发的争议, 胡锡进表示, 一直主张中国社会要包容方方的写作, 社会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但是他也说, 这也需要你面对互联网上尖锐批评者时, 要有胸怀, 但你好像特别受不了批评, 表现出了某种受迫害妄想症, 看到哪个批评者都像是看到了红卫兵, 仿佛遭遇了文革, 其实你骂的很多年轻人相比, 你自己的词库里有相当多文革时代的畅销词。 最后胡锡进还说, 要平静一下自己, 不要有委屈感, 你的名气比武汉封城之前要大多了, 人们说厚德载务, 你或许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品格, 来承载今天的地位, 而做人是需要一生不断学习的, 别嫌我最后说, 你和很多人对骂, 显示出你要继续学习做人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方方还在4月21日的微博中, 援引已经逝世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话说, 坚决不许对作家打棍子, 人家打棍子的时候, 我们要保护他们。 他还建议胡锡进学习相关文章, 说这一次网络文革极左团伙, 用各种谣言挑拨民众攻击我, 胡总则为他们助了最大的力, 这将会是胡总一生的耻辱。 而2020年4月15日正是胡耀邦逝世31周年纪念日, 他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 但是在1987年, 因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去职, 而围绕方方日记所引发的争议, 此前知名的中共早期军事人物, 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英, 也在微博声援方方, 认为这些批评者是在对方方搞文革。 但是在最新微博中表示, 外国势力围攻中国, 最想看到的就是中国人自己打起来, 对方方有不同的看法, 本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争论一下也很好。 而与方方同处湖北作家圈的前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 长江出版传媒副董事长周百亿, 此前也在微博中狠狠批评批评者, 并表示所谓方方日记给他国送去弹药的说法并不成立。 他引用律师的话说, 方方的日记不可能成为证据, 理由是方方不能成为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 不过周百亿在最新回应中却表明, 自己对于双方争议持中立态度, 并且透露对于日记海外出版一事, 中央有机关不是没有找他, 有领导专程到他家交流, 但是并没有阻止他将书拿到国外出版。 下面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 发布年度全球最伟大25名抗议领袖, 而把李文亮放在了榜首这样一件事情。 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 在美国财富发布的这一份榜单中, 李文亮名列第一,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位列第三, 美国威仰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位列第十。 财富杂志是美国主要刊登经济问题研究文章的杂志, 自1954年推出全球500强排行榜, 历来都是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而这一次发布全球最伟大的25名抗议领袖, 吸引了诸多焦点, 李文亮的上榜更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李文亮被外界视为新冠肺炎疫情最早的吹哨人之一, 武汉疫情爆发后, 当地八名医生公开疫情, 却被训诫为造谣者而受到处分, 其中的爆料者之一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正因如此, 李文亮位居财富杂志这一份榜单榜首引发了热议, 舆论表示, 李文亮只是传播了信息, 而且是小范围的, 比如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没有上榜, 李文亮排名第一似乎有一点过欲, 还有人提及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 认为他是最先拉响疫情警报的,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回应表示, 李文亮医生是已经被表彰的中国全国卫生健康系统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也是湖北省平定的十四名牺牲在第一线的烈士之一, 部分美国政客出于丑恶的政治目的, 政治操弄李文亮医生因公殉职一事, 是对李文亮医生及其家人极大的不尊重, 还有极大的冒犯。 最后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 中国投资者在疫情中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 在今年的前三个月, 中国的散户投资者纷纷涌向了货币市场基金, 在疫情之下还有中国股市动荡之际, 用更多的积蓄来进行低风险的投资。 现在在今年的前三个月, 来自办官方机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投资者向国内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一共投入了超过人民币一兆元, 让该领域截止三月底的资产管理总规模, 达到了人民币八点二兆元, 接近纪录高位, 而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增长了百分之十五, 高于当即其他类型共同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的增幅, 而与此同时, 当季货币基金的年华收益率降至了多年的低点, 这些基金主要投资于中国政府债券, 同业存单, 以及短期债务工具, 随着中国经济走人, 中国央行向国内金融市场注入了更多流动性, 并且下调了贷款利率, 许多此类工具的收益率已经大幅下降, 而同时, 基准股市上证宗旨在第一季度下降接近百分之十, 而今年累计下跌超过百分之七, 中国第一季度的家庭储蓄也大幅增加, 在新冠病毒扩散的第一季度期间, 中国许多城市关闭了工厂还有其他的工作场所, 并实施了限制人们活动的旅行禁令, 根据中国央行的数据, 全国家庭的家庭存款增加人民币六点四七兆元, 达到了八十七点七兆元, 总体来看, 这些数据表明, 在二月和三月削减支出的同时, 许多中国消费者把更多的钱储蓄了起来, 而长期以来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高的家庭储蓄率, 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 一般分析认为, 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还有银行存款的增加, 反映出了消费欲望的减弱, 很明显, 随着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大, 中国个体消费者正在推迟消费和投资, 而中国在此次疫情大流行期间公布的失业率有所上升, 也导致更多的人持谨慎态度, 而散户投资者在市场动荡时, 通常会本能地把资金投入更加安全的资产, 在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明朗化之前, 投资者可能继续保持谨慎,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